欢迎收看台湾喜事录 我是梅翔 最近这部台剧《做工的人》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整部的剧集虽然只有短短的六集 但是它的后座力却非常的惊人 尤其是最后一集 有人说它是从第一分钟哭到最后一秒钟 而这种情感的共鸣 有可能是来自于这剧中的每一个角色 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只是他们的世界 往往都是在这一道功利为利的另外一边 我们虽然常常经过 但是却很少有机会去关心这一群人 他们的日常 于是就停留在一般的刻板印象 不过在三年前 有个年轻人他叫做林立青 他写了这本书 让我们看到了《做工人》他们真实的一面 他从学校毕业之后 林立青就到工地去当监工了 他把他在工地里头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故事写在自己的脸书上 结果后来被出版社老板看到了 说服他 这件事情值得去做 让更多人了解做工人他们的生活 他们就把这些短文集结成册出了一本书 没想到这本《做工的人》出版之后 引起了热烈的回响 后来还甚至被改编 拍成了这部电视剧 而电视剧的导演郑芬芬说 他当初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深深地被这些人物的情感给吸引了 他希望把这些感动拍出来给大家看到 而他在这本书当中的27个故事当中 特地挑选了这一对铁工兄弟当作是 整个故事的主宙 而在拍摄前呢 整个剧组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他们认识了形形色色的工人朋友 郑芬芬说 在这些人的身上呢 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尽管现实生活不尽人意 但是呢 这些人也不会成天的愁眉苦脸 反而是乐天的去自嘲去过每一天 刚开始有人看到 李明顺饰演阿迪的这个角色 可能不会很喜欢 甚至有人讨厌他 因为阿迪这个人老是想要占人便宜 意想天开的想要一戏之父 但是看到了最后面 你才会发现 原来前面这五集的堆叠 都是为了最后这一集的酝酿 这部做工人可以说是开创了 台剧的一个新的格局 他们甚至把整个剧组 搬进了一座真的大型工地去拍摄 然后里头的每一个演员 他们的演技丝丝入口 比方像是薛士林阿传 你都不会怀疑 他就是那个走路永远脚开开的 怪手师机阿传 据说薛士林为了让自己更入戏 他吃冰凉 吃到整个口腔黏膜都溃烂了 网络上面很多人在讨论这部剧说 这一出做工的人 应该已经预约了 明年金钟奖的大热门了 而至于原著的作者林立青 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当年他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他是刻意回避掉了 这些劳动者他们的梦想 因为在林立青听来 在功力里头 大家闲聊的这些梦想 其实都是无法实现 不切实际的 所以他也就没有把它写进书里头 但是没有想到导演不但没有回避 甚至把这些白日梦 变成了这一出电视剧的主轴 因为导演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劳动者其实和大家一样 都会有梦想 大家都想要赚大钱 都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而这一点 就是让林立青感到最惊喜的一个发现 林立青说 坐钢阿郎是没有生病的权利了 因为你去看医生就表示 这一天你不能工作 你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就没有钱赚 所以不管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 每一个工人他们的包包 你把它打开 里头都可以看到 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仙丹妙药 不管风吹日晒雨淋 坐钢阿郎都要硬着头皮上 他们的体力付出极大 而在下班之后 他们也自有一套 休养放松的方法 而林立青呢 他就跟着这些大哥 出去见过世面 不过他说上酒店这些消费 不是坐钢阿郎负担得起的 而那些暗藏春色的小吃部 才是他们的温柔香 但是林立青却在那里 看见了生命的挣扎 那一幕重重地冲击了林立青 谁不想有尊严地活着呢 但是有人却只能够卑微地活着 就像在工地里头看见 不同肤色的异国面孔 台湾人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林立青她的口才好 沟通能力强 她又懂得察言观色 在工地里头的大哥大姐们 都很喜欢她 什么大小心事都愿意跟她分享 我没有想到这些故事 有一天会被写成了一本书 进而拍成了一部电视剧了 那个是在工地喝酒的时候的处理的调味 你就把它想冰南汤有卖的饮料都拿来乱乱加一通 那种感觉 就是工地特有的调酒就对了 对 因为你在工地就是 冰南汤买得到 现在有24小时 有时候也有24小时的 便利商店不见得有酒 对嘛 然后他们就会买保利达 加一些阿萨布鲁的 然后来喝一喝 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 我们我今天来了 我和你认识 来 大哥来喝一罐 来一人喝一杯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说 你接下来你要做泥做我要做油漆 那是不是怎么样 好像边喝边搓一指之烟 大家就可以把话聊开 就麻烦了 这是一种好像我们证明 我们是他朋友的方法 我没有恶意 我来跟你讨论事情 兄弟也搞不懂 对 就算第一次认识也会这样子 我有一阵子每天都在911 那个就是工地的feel 没有 因为轻快 他们其实听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轻快 然后就会怎么样 反正做事嘛 这样弄一弄 轻快随便有一个什么音乐也好 碳接它是高温 那它那个东西很亮 那瞬间你用眼睛去看 你就用那个眼罩好了 你要这样子 他们久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会比较灵活 两只手一定比较灵活 那面罩有的时候 在一些环境什么的 我遇到的就是说 他们都一直在骂说 没有设计好的面罩 你可以戴着的吗 你不用手心 你又不是那种 他们都每次都在骂 什么材质不好 你就听他们讲就知道了 每个都会面罩 他们其实很多的训练也都不戴 可是我的经验是 我去那边看他们一天 我眼睛里面感觉就有杀了 我一天而已哦 我就觉得有杀 而且眼睛就感觉 很痛 对 那你要想他们怎么有那个能力 你刚刚因为我们看到 你的包包里头都会带一些药吗 你说一定会有很多的职业伤害 其实是我和我身边最近的师傅 有没有 因为天气前阵子寒流 那我们就会带止痛药不拿疼 这是因为会头痛 就吃一颗一个小时候再吃一颗这样子 我们自己每个人会有自己调整自己方法 就止痛 止痛 头就不痛了 就可以工作了 要在工地里头讨生活 每个做港阿郎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宝和偏方 我中暑啦 他们就会说喝激动水 配一小罐高粱 喝下去马上退烧就好了 他们扭刷有扭刷的方法 我也会刮痧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技巧 他们会告诉我 没有什么偏方 他们的偏方是什么 你最早的话女工业班来说就是干草止渴水 对啊 克风鞋有露鞍啊 黑猫啊 他们会有各自的配方啊 然后这个配这个喝下去 哦 不会痛了 什么病痛都可以靠这个好 头痛也喝这个 肚子痛也吃这个 不然就配正路啊 你有喝过吗 你有喝过他们的配方 有啊 真的啊 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效果不大 可是他们好像就是那种 一个礼拜没喝个两罐不行 心理作用呢 仿佛是金庸笔下的黑玉段曲高 图图摩摩的隔天醒来 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你问他 怎么不去看医生呢 他会说哪来的美国时间和金钱啊 你如果要把身体的病痛看到好 你必须去找一个医生 长情的追踪 你要抽血要检查 要回报医生说 你是要这个状况怎么样 你要长期的跟医生讨论 换药尝试 你才能找出治疗你的方法 但是我们这种工作 基本上要每一天去工地生活的人 你很难每个礼拜去找同一个医生 或每两周去找同一个医生 去进行这么长时间的检测处理 那就会久了久之 就会觉得看得根本不笑 因为你看了医生之后 你下一次看似又痛 医生永远只是看你病发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长期追踪 我们这种病痛有一些是慢性的 你要的是长期和医生讨论 但是第一个 不见得有那个时间表达 不见得有那个时间可以都去请假 对做港昂尔来说 要拿时间来赚钱 还是拿去医院看病 根本是想通不用想的问题 忍着痛继续做下去 去看医生 可能我休息一天 我一天的工情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我一天没有现金的收入 我的生活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就会有压力 可能不止他一个人 可能他背后整个家庭 他的孩子 他的老婆都阿养 有的开工赚钱就是好事 不过最近吵得很凶的 一粒一休上路了 对骤钢浪浪来说 也是件好事情吗 你的工人有没有问题 那一粒一休是什么意思 有啊 四个有五个问 我说 这个到底是在吵什么东西 我说那个对工厂有用 对我们根本没差 你们都是自己包的 我能说什么 我就说七天要休一天 那现在再来休息 他们的完全不是那个状态 之前一个水车司机 底薪一万五 每天去跑一趟 多两百 那你说他能力有多少 他说他钱又是三万 在前前一个月是两万九 你要叫他投资自己的健康 投资自己的安全 你不要搞笑 他要先活下去 对啊 你要怎么先活下去 你会发现他用在工地的时候 完全不对 我们是日薪的 你日薪有什么差 工地的工人是日薪的有什么差 没有差 哪有什么差 他每天有做才好 有点是做七天啊 不理你啊 是老姐会上工地去 既查你的这个工人今天 有没有淘汰工作 你有没有给他加班费 他是不是连续做工作的几天 会不会影响到工地安全 来我们说真的 劳工安全卫生这个东西有没有 你有沒有翻卫生这两个字 你都看不懂那是啥 你看不懂对不对 对 你看不懂 那个应该改成健康 劳工安全健康 但是我们连劳工安全都顾不了的时候 也改成健康 什么时候 你认为有什么错觉会认为说 老姐会去查工地里面的工夫 那是你的错觉 你的错觉 事实上是没有 那我想出来 大概老姐又要靠 搞不好过两个月就要辞职 那我们该讲的也是讲一讲 你真的是错觉 根本没有老井会去工地查工死 那是你的错觉 从来没有高井会查工死 他只会跑来这边看到你的 A字T有问题开两千 阿爸 下雨 受工遇到的下雨实在早些 懒得出门最好就是在家里头 倒头睡上一觉了 毕竟身体极度劳动了一整天 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年黎清说他刚踏进工地的那几点 他才见识到原来奏钢阿郎 是这样子在准备隔天的体力的 我可能比较 人员比较好一天 他们就会带我来来吃 小吃啊好妙子 像万华啊 我也知道万华那边有什么好妙子 他在体育吃饭然后去到家床 他蛮好玩的哦 每个都很会跳 都说自己很会跳 一个小时叫不到你就要去外面绕一圈 回来就有瞎吃啊 你带衰嘛 跟他看的 出去玩就把你当的笑容子一样 对 你当的出品他们就是大哥 反正谁带我出去 大部分我也不用花钱 就陪他们玩 他们有人喜欢上三温暖 不是简单的泡泡热水澡而已 李立新第一次尝试到被陌生的男人 洗背擦背 虽然有点害臊 但凭良心讲 洗完之后果然是通体舒畅 有一些就会去按摩啦 有一些会去三温暖啦 什么擦背 我后来才知道那叫全身举角 那你也有去跟他的擦背 对 有一个那个 那个土方的有没有 那个是真的大哥有没有 就是来来来去去去去 然后就去去那边擦背 原来我身上这么脏 还有舒服吗 我真的很舒服 洗完澡等会儿都卵掉了 超好吃 而说到了耍托 当然李立新也曾经跟着几个老大哥 上过不同等级的生社场所 他们说他们做得很好啦 我刚来要带我去吃好料啦 我们来煮个鱼什么鸟的 好啊 反正师傅们吧 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没什么 就去了 然后就发现他们 那这个小吃步 小吃步就算了 那里面的东西再不好吃 然后你这些 带我来这边干嘛 可是 后来他们开始赔酒 有那些阿姬 他们是四五十岁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出现 就是他们会在这边赔 他们没有抬钱 你以为他们 我以前的话觉得酒店是 只要借我抬钱的 基本抬肥 那边没有 他们就是想办法去黏着男生 比小肥 我自己一点 我自己一点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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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藏春色的小吃步 是公开的秘密了 但是接下来这一幕 让林立青感触良多 那两个小姐 一个是没有手指的 一个是身体有大概半面积多伤的 你那时候看到什么很简单 我有一种无力感 就是感觉好像 心里挖掉一块那种无力感 其实那两个工人也是西场的 他们是没有专业 中年失业的功能 来工地打工 那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在里面就是 艺术不比人家好 也没有实际掌控工地的能力 他到的工地就是 我跟他说那边的垃圾全部清完 他们就会清垃圾 或者是说 那把那边的东西搬到楼下去 全部用米袋装好 他们就会做这些事 也什么事也做不了 你想想他们那个 去那边 大概一天的工资多就没有 他们这样一天可以领多少工资 我记得是一千 一千五还是一千六 一千五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没有一技之长的男人 只消费了起这种小吃补 而身体有残缺的女人 也只能窝在这种货柜屋里头赚小费 林立青冷眼看着缠绵交叠的身影 打情骂俏的笑闹声背后 是令人心酸的各取所需啊 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如果再去一次我有什么感觉 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 帮上任何码 那就是社会的解释 你知道那两个女生 去别的地方 她们能做什么 去举牌 一天五百 一天六百 现在好像变七百了 那能干嘛 那你叫她们做什么工作 什么 我们社会什么地方 得一个少了四肢 手指的女人工作 无能为力的林立青 只想尽快地脱离那个情境 让她一脚踏出了小吃补 一面走来的是管区远景 难道是要来领检的吗 看到我什么事也没有 登记一下行李如已走了 她也知道里面在干嘛 那你能怎么办 我那个时候感觉到 我从这两个警察身上 看到一种感觉 她们知道里面在干嘛 这是一个陪酒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姐 会提供半套性服务的地方 但是你把她抓了能干嘛 你是警察你愿意抓吗 我不愿意 那个警察的选择是 把我的资料抄一抄 然后就走了 什么事也没有 我在里面吃了一只很糖吃的鱼 那个警察也许和林立青 有着相同的无奈和感慨 放下伪善的道德标准吧 因为在那一个货柜屋里头 有人只是想要单纯的活下去 那两个朋友后来回到公里之后 被其他人知道说 你们到那家小厨房去消费 大家也知道那家小厨房 那两个人是什么样的造型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会觉得你好像欺负人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不是 他们怎么讲 他们怎么去批评他们 这种的你也碰得下去 可是讲这个话的师傅 他的感觉是什么 他的感觉是应该要有其他的更好办法吗 我认识这些师傅 他们觉得你不要去消费他们 他们很可怜 但是你如果连你消费都没有 他们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遇到好像现在你看到这些食餐一样 好 不让他们做食餐 你要他们做什么 他们不是更常 那些批评的师傅 其实就像这个社会的眼光一样 是 你要让人家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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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这样子活着 只能这样子活着 他们有尊严他们就不能够活着 对 这两个师傅也一样 这两个师傅我记得都是 身边没有老婆的人 你要他们现在这个年龄 什么技能都没有 一天一个月拿两万块 一天拿一千多块在工地去垃圾 你要他去取牺牲子 找一个女人 我觉得不可能 他不像你 不像我 不像我们这边人 我们有正当的工作 我们的身体好 我们有希望 我不知道我能给他们什么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在公里里头的装扮其实都差不多 一顶安全帽套上了一件反光背心 但有些人的衣服背后 似乎多了一些数字 那是他们在工地里头的代号 本来我们哪敢这样叫 你绝对不敢看我的背心上 99然后叫我99 你一定会叫林的 红的 对不对 或者大哥 你哪敢叫他99 你不敢这样叫 就要你现在公司 新进的实习生 或者是新的记者 你也不敢直接叫他数字 不敢 我们不敢这样叫台湾 因为他是台湾 但是如果他是外老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他听不懂 所以他的名字哪会听不懂 哪有可能听不懂 对 很多人那种名字 都很简单很短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叫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简单 把他数字化好管理 管理者的方便 对啊 他就没有名字了 没有名字更没有声音 因为会在一般民间小型工地里头 出现的外国联孔 其中有很高的比例 都是非法的外籍移工 以前有遇过越南工那种 跑跑的有没有 在工地天 值得被我们尊敬 值得被我们尊敬 他们和我们做一样的事 可是他们就是要被剥去的更长 我遇到的师傅有一些 像这种 这种他们就会说 我把我的技术交给你 因为你看我身边这些有能力的师傅 他们全部都是技能专精 才能够脱离货 你要让这个社会看得最简单的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技术变得好 所以我教你外劳电焊吧 来吧 我教你 只要你有这套电焊技能 你就算逃跑也可以过好生活 你就算被抓到被送回云母 你有技能在手上 因为这是我们这些老公 代以为神 而且我唯一可以的 你要我帮你帮什么 我们帮不了那么多 但是你也要我身边 我教你技术 善良的台湾人 才是工地里头最美的风景 在工地附近的便利商店 有时候可以看到 几双沾满泥巴的雨靴 就整整齐齐的摆在入口处 做工人的幸福 只有做工人之道 所以做工人 都会比较疼惜做工人 对 因为周知线可以对话 是不是 我说我看到你那边有感觉 就是说 你进便利墙点 因为有的时候天气热 或是什么 进去买个椰药或是什么 也许你刚从工地出来 你的靴子上面都是泥巴 我们的习惯是脱掉雨靴走进去 我们穿袜子进去 我们身边这些师傅的孩子 很多也都在电力商店打工 他们能做什么 现在小孩子能去哪里感工 电力商店 Seven 星巴克 就这些地方的 你踩上他们也要弄 我们有一次不小心 带一只狗进去 等下尿尿我 超丢脸 马上拿一包衛生纸在那边擦 你就是等下制造麻烦 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吧 我们自己都做这些事情 都觉得多做事情很烦的 那我们糟蹋人在干什么 不要糟蹋人 不要糟蹋人 他们已经够累了 有一回林立新跟几个大哥 也是拖了雨靴走进了便利商店 结果遇到了奥凯 正在刁难攻堵上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要三块钱上面没有讲 我说干他X4啊 看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 第一可能也肚子饿想吃泡面 我们买了泡面面包 然后看你在这边 找人家这种无聊麻烦 然后呢 我们就跟他说不买就滚 不要挡在这边 那对方的看 就立刻拿着东西跑了 多看我两眼 反正给你看我也没差 我那个时候在管工地啊 这样挂的东西啊 他们不敢惹我们的原因是 你不会惹一个腰上挂斧头或铁锤的人 不会 不会有人想要惹我 因为我长得这个样子 对吧 你不会 你觉得你会去 可能他们会欺负一个小服务员妹妹 可是你当你遇到我这种人的时候 你有 我有一种威胁性 或者是我有一种 不是那么好欺负 但我这种人 有四个五个六个的时候 门口还有四个在那边抽烟 一看就知道 那一挂的时候 你不会去惹我们 我们其实做工的人 不会当面被这样羞辱 因为我们不好惹 我们可能因为有一种保护设计 你那种刚才你在前面 你去一下给我们抬 不会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子 但是我们有种保护设 便利商店服务业是什么 服务业的他们的 受到的精神压力 是比我们严重 我们是身体类 但我们的心理有没有 至少 我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人家不敢这样对我们讲话 说穿了 这终究还是个欺善怕恶的社会 李立新在工地头 看太多了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师父和师父最多的时候 还是两个工人对话 有的时候就算都是听过的 就算都是已经听过好多次的 也会想要换你来讲给我听 因为只有做工的人等做工的人 只有做工的疼惜 愿意听得下去 不是每个师父 表达能力都很好 而是他们 他们就希望有人能听 或有人愿意听他们说 我的故事大部分很多 他们的感受 是因为等他们在那边 他们讲了五年同样的话 所以我记忆深刻 我一拿起键盘 我就可以写出来 因为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的话可能是五年前讲过一次 四年三年二年两年 甚至每个月都爱讲的话 对我已经听到这样子的 但是你亲的时候 就要当做第一次听到 每次都要站站站站 跟你说跟你说 工地可以养活很多种不同的人 是很多元的 那你必须等他们 愿意等你讲的时候 他们才会讲 那男人在男的面前都大了 只有在他们喝了一点酒 心情柔软 相信你这个人之后 他才会讲出一些话 当年他有服装装子 真的吗 他会拿什么东西出来跟你讲 有啊 那我有看过啊 一个那个已经造主主在的啊 他拿了一个以前他的 台湾独小器 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在赢 叫台湾第一赢了 那他那个时候真的付头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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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八十八牛一千多万 就算是现在一千多万 也是不小了吧 对啊 很久没看到他了 然后他就把他已经回去了 就这样就走了 我们还会说 还好走得快 那不用花很多医药费 小孩比较好过一点 家里不用负担 这样子讲真的是 你会觉得有点无力 对我也很无力 可是每天在发生 我们会说至少走得舒服 甘樱花至少走得舒服 甘癌至少走得舒服 甘癌至少走得舒服 你不用在船上里面 继续插管 黄大哥 你怎么没有直接到料场来找我 有个领班大哥就住在工地的附近 林立新走几步路过去打招呼 我没有看到你 要打电话给你 我们在料场 我刚刚在想说你怎么都还没回来 真的带摄影机了 你要不要说话 你做工地的心事给你说 做工地的心事 不错 这也不错 今天我们做工地的 表情我们的心事 做工的大哥们难得坐下来 好好地看一本书 不过这本不一样 写的就是 山旁兄弟和自己的故事 当初还以为 林立新只是要写写作业考考试 这么上进了小老弟 做大哥的当然要退一把 他们现在有点开心 因为他们不知道 会真的成为一本书 他们以为我是要考 有一个是认为我要考研究所 所以要写东西 所以要拍照 所以要拍照 所以 没关系 你如果要讨厌好 站来 回来 帮你去拍一拍之后 看到孙王一个要死 还有一些说 为什么别人照片比较多 很可爱 对 很可爱 他们现在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在拉着我 他们故事还要再写进去 工历里头的故事 的确说也说不完 林立新也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把这些故事 写成一本书 刚开始她只是有感而发 在社群网站上 写下一个工人的日常 第一篇写工历 应该是写他们的进香 所以就写完之后的回想是什么 大概四五个人按赞吧 还有一个是我妈 你知道吗 就是你写了一篇 两千字的文字 然后按赞的五个人 还有一个是你妈 你妈抱持了一种 你写什么我都爱你 那种按下去 然后有几个是那种同学 或者是那种 反正你贴什么 他都给你账了 你懂的嘛 有那种连影就是 所以你会有点失落吗 对啊 可是因为写作 对我来说很舒牙 我蛮喜欢写作的 所以就会开始写 林立新的文笔既写实又草根 没有角座的华丽词枣 读他的文字 仿佛戴上了虚拟的眼罩 就领着你穿过的那道工地的围围 直接走进走港狼的世界里 看小孩子自己的发展 对啊 你说我们不担心也是会 那当然想说 也没有我们也不见得希望说 他来跟我们做这个 我也希望说 他就穿着飘飘飘飘飘去上班 这样也很好 然后很安稳 不要向我们四处飘 我们飘久了 现在很 就很想定家了 如果有家庭也有小孩的人 也许会把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 对 那如果孤家寡人的呢 他喝酒喝的是一个 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会 我啦 我遇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是 他们的说法叫杜鱼生 就是反正这辈子 剩下的回忆人家 好 更多的节目内容 您可以上网YouTube 搜寻订阅 台湾起书 同时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周梅翔 我们再会了 欢迎收看台湾起事录 我是梅翔 在每个扑朔迷离的众爱现场 在每个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 我们抽丝剥茧 追索事实的真相 YouTube总观看超过5一次 频道订阅人数 突破了100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